全文一更到底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暗恋柳如烟的第八年 在好兄弟的鼓励下 我拎着鲜花蛋糕 坐了整夜火车去跟他告白 却在人生顶飞的篮球场 撞见他们吻在一起 柳如烟挽着好兄弟的胳膊 语气冷漠地问我 你来干什么 没看到我很忙 我满身狼狈 正想开口解释 地旁他的室友轻笑出声 男朋友给我送蛋糕 关你什么事 我拎着蛋糕找到篮球场的时候 柳如烟正和我兄弟尹腾成吻在一起 尹腾成也只是愣了一瞬 反手抱住了柳如烟 与他深情拥吻 天气炙热 我站在篮球场外 由于坐了一整夜的火车 有些头重脚轻 只觉得周围的欢呼声 快把我耳膜刺破 我们刚才还打赌 如烟姐能不能跟尹腾成在一起 暧昧了这么久 也该在一起了 来来 给钱 听到这句话 我抱着鲜花和蛋糕的手 顿时没了力气 手机上是尹腾成刚发给我的短信 柳如烟在篮球场 快来告白 天音音的 还起了风 我忍着愤怒和失落 飞快地跑出篮球场 身后传来尹腾成交集的声音 吴言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很累 也很委屈 不想花心思 却想为什么尹腾成会在怂恿我告白这天 跟我的告白对象吻在一起 可还是被他拽住了 尹腾成原本红润的脸颊有些惨白 他慌乱地把柳如烟往我这边推 声音里是压不住的委屈 吴言 让柳如烟跟你说 柳如烟反握住尹腾成的手 淡淡问道 瞎闹什么 这么想把你女朋友送出去 尹腾成倔强地扯着我 没有松手的意思 可是他的手 也没有从柳如烟手里抽出来 场面一时间僵住了 柳如烟看见尹腾成的眼睛有些泛红 眼神一暗 转而责问我 谁让你来的 没看到我很忙吗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心怀忐忑 彻夜不眠 到头来 却换来一句冷冰冰的逐客令 要说的话 就再也说不出来了 推开尹腾成的手 正准备灰溜溜地走人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冷淡平和的声音 我让他来的 怎么了 一个高挑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他被揽得掀起眼皮 看向我 送礼物都能送错人 过来 我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景下 再见到沈幼楚 上次见面 还是三年前 沈幼楚作为我们学校理科状元上台演讲 我给他递奖杯的时候 扮在红毯上 连人带奖杯摔了出去 后来 他和柳如烟考了同一所大学 还成了室友 好像每次见面 我都在丢人现眼 柳如烟有些不爽 幼楚 你不用管他 让他哪来的回哪去 话音刚落 沈幼楚轻轻笑开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男朋友来送蛋糕 关你什么事 因为这句话 当晚 我作为沈幼楚男朋友 出现在了柳如烟的生日聚会上 现场的气氛有些微妙 尹腾成频频望着我 好几次都忘了吃饭 看他干什么 柳如烟蹙着眉 多吃点 别怕 顾无烟不敢欺负你 我隐忍很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直勾勾盯着柳如烟 你说清楚 我欺负他什么了 柳如烟沉着脸没有说话 我又转而看向尹腾成问道 你是在害怕我吗 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 尹腾成摇了摇头 没有 沈幼楚递给我一杯西瓜汁 云淡风轻的说 胆子小就别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尹腾成脸色有点难看 借口上洗手间的功夫躲了出去 生日聚会的后半程 我又累又困 打算提前离场 刚好借着沈幼楚接电话的功夫 起身跟了出去 我是想跟沈幼楚道一声谢的 我千里迢迢地赶来 在最尴尬无助的时候 是他帮我解了威 走廊外光线昏暗 沈幼楚正在走廊镜头打电话 心冷的声线略微压低 在走廊之间回荡 我这才知道 他是他们学校学生会主席 今晚本来有其他事情 却推迟了事情来参加这次的聚会 我站在几步开外 想等他打电话结束 沈幼楚看见我 声音一顿 待会儿给你打过去 挂了电话 转头问我 怎么了 今晚谢谢你 沈幼楚在窗台边靠坐下来 静静地盯着我 就在我以为自己脸上有东西的时候 沈幼楚突然问 明天要不要去游乐场 我们两个吗 忽然 沈幼楚似笑非笑地问 你之前不是说要陪我去游乐场吗 这次总不能白来一趟 窗外的风吹动了他长长的黑粉 白色裙脚来回摆动 他就这么懒懒地瞧着我 却让我好不容易压抑地委屈扶上心头 我猛地抬起了头 擦了擦眼角 那我明天请你吃饭 沈幼楚好久都没有说话 就在我以为他要嘲笑我 似的爱哭鬼的时候 他突然拖着吊子说道 好啊 男朋友 沈幼楚因为学生会的事 提前离开了 我从洗手间出来 在门口碰见了尹藤城 他一见到我 满脸愧疚地说道 对不起 无言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只觉得恶心 掏出手机问道 订酒店花了多少钱 我把钱转你 尹藤城一愣 无言 对不起 我忘记给你订酒店了 他的声音仿佛隔了一层水 让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这还是那个我真心相待的兄弟吗 他当时自作主张 说要帮我订酒店 让我买票过来就好 结果现在闹这一出 尹藤城 你是故意的吧 尹藤城为难地说 对不起 当时学校附近的房间都订满了 加上柳如烟又对我穷追不使 我就忘了 要不你今晚住我宿舍吧 我不想再理他 转身就走 尹藤城却一把拽住我 无言 忘了告诉你 沈又楚有喜欢的男生了 刚才他是为了帮你解围 你不要乱想 我怕你再受到伤害 我看着他那副嘴脸 突然觉得很烦 一把推开他 尹藤城却猝不及防地摔倒在了地上 我扯出一个讽刺的笑 你是沈又楚肚子里的灰虫 知道他怎么想 尹藤城低着头没有说话 可他的呼吸声却骤然变得有些粗重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冲出来 狠狠推开我 抱住倒在地上的尹藤城 那一刻我才诧异的发现 尹藤城嘴唇发紫 我知道他芒果过敏 但是芒果也是尹藤城特意让我放的 他说柳如烟最喜欢吃芒果了 凌晨一点 尹藤城被送到了隔壁医院 医生叹了口气 知道过敏还吃什么 不要命了 柳如烟猛然转头 面色沉沉的看向站在一旁的我 成成还躺在里面 你满意了 我深吸一口气 反问道 柳如烟 你是没脑子吗 尹藤城明知道里面有芒果 自己没管住嘴 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的目光更冷了 顾无言 别装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来 我和他在一起 就让你这么难受 故意买个带芒果的蛋糕来害他 看着眼前不分青红皂白的人 这一瞬间 我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后悔了 当年柳如烟每天放学留下来给我补数学 鼓励我跟他考一个大学 开玩笑说他没了我可怎么办的时候 我不该觉得柳如烟喜欢我 此时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浓重的疲惫感让我开始心悸 我闭眼缓了缓 掏出手机 毫不犹豫地摁下了110 即将接通的瞬间 柳如烟突然夺过我的手机摔在了地上 够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看着地上摔烂的手机 慢慢蹲下身 把碎片捡起来 然后一股脑地朝着柳如烟的脸扔过去 我是暗恋了他八年 但不代表我没有尊严 医生 麻烦帮我报警 我已经撑到了极限 眼前阵阵发黑 往后栽倒的一刹那 一双柔软的手稳稳地扶住了我 干净的香皂胃带着一股子薄荷的香气 静止钻进鼻子里 沈又厨冷淡清晰的嗓音自头顶传来 他晚饭吃得有点少 可能是滴血糖了 麻烦医生给他看一下 意识模糊间 我似乎听到了不好声 沈又厨冷淡的声音隐约传来 你好 我要报警 医生给我喂了带葡萄糖后 我缓了过来 沈又厨已经打完电话 不冷不热地盯着尹腾成 尹腾成心绪地站在柳如烟身后 我就尝了一点点 而且蛋糕放在那 本来就是让人吃的 沈又厨面无表情地说 可是医生说 你不像是吃了一点的样子 这件事还是等掉到监控 当警察面说清楚比较好 从前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尹腾成怕事 路边看见警察走路都顺管 每次都是躲在我后面 这次警察来 直接把尹腾成吓得动都不敢动 我把前因后果详细地告诉了警察 警察指着视频里吃了三块蛋糕的 他问 知道过敏你还吃三块 那么大的芒果夹心尝不出来 尹腾成吓得脸色惨白 一个劲地道歉 对不起 我就是太饿了 下次不会了 他无助地低着头 柳如烟又心软了 行了 下次注意些就好了 态度跟刚才怒视我的时候 判若两人 尹腾成正准备寻求柳如烟的安慰 我却拿过沈又厨的手机 朝柳如烟亮出二维码 尹腾成吃了我的蛋糕 你摔碎了我的手机 当着警察和医生的面 赔钱吧 这时沈又厨也在一旁说道 我作证 我男朋友确实有财务损失 柳如烟脸色难看极了 顾无言 你跟我计较这个 你都让我滚了 我还要感谢你摔了我的手机吗 有警察在场 柳如烟很痛快地给我转了账 却在看见沈又厨扶着我离开时 面色突兀地沉了下去 从医院出来后 我顺着门前的小巷子走了很久 越走越快 直到拐过一个路口 看到空无一人的街道 我才蹲在地上 把脸埋进膝盖中间 夏夜无声 一阵风吹过 花瓣飘飘洒洒 路灯很暗 地上只有两道人影 蹲着的我 和站着的沈又厨 沈又厨说 没事 你想哭就哭吧 我帮你保密 压抑了一整天的情绪终于崩溃 来之前我都想好了 被拒绝也没什么 至少还有尹腾成这个兄弟陪着我 来的路上 我跟尹腾成聊得热火朝天 说到如果表白失败 我们要去哪个酒吧狂欢 可是整整一天 我经历了柳如烟的羞辱 和尹腾成的背叛 情绪已经绷不住了 沈又厨靠在我身后不远 刚刚好避开了我的正面 让我得以遮掩自己狼狈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站起来 今天谢谢你 沈又厨没有看我的眼睛 而是盯着手机 漫不经心的嗡了声 距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好好睡一觉吧 游乐场改后天 行吗 我哑着嗓子说了句 好 这时 一辆警车路过 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窗落下 里面的人熟忍的跟沈又厨打招呼 又厨 这就是你朋友吧 沈又厨嗡了声 他订不到酒店 刘阿姨说今晚可以住他呢 麻烦您给他送过去 放心 上来吧 见我目光尊重的盯着他 沈又厨淡淡解释道 怕你不放心 让我小叔送你一趟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怕我信不过他 所以干脆找了当警察的亲戚 给我送到靠谱的地方过夜 我张了张嘴 发现今晚已经说过很多次谢谢 于是改了口 后天我请你吃饭 沈又厨笑了笑 似乎知道我刚才心里所想 笑着说道 这句也说过了 见我有些尴尬 他替我拉开了门 好了 后天见 门关上了 在我还没来得及 跟他说再见的时候 沈又厨已经在 渐渐远去的风景里 化作黑影 来到刘阿姨家后 我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睁开眼便看到 沈又厨发来的消息 醒了行我 我发了灰愣 突然跳起来急忙穿上衣服 今天约好跟沈又厨去游乐场 还要请他吃饭 马上要迟到了 匆匆赶到游乐场的时候 沈又厨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两条长腿随意搭在前面的空地上 姿态慵懒闲适 阳光正好 穿过灵烧落在他身上 像一层细碎的撒惊 我跑得气喘吁吁 你什么时候来的 沈又厨声音里带着笑的说道 刚刚不早也不晚 男朋友 说完自然地牵住了我的手 我浑身一降 沈又厨靠近我 轻声说 别回头 柳如烟在后面 果然 我听到了尹腾成的声音 暗自觉得倒霉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这两个人 于是主动往沈又厨那边靠了靠 贴在了他胳膊上 去鬼屋吧 尹腾成胆子小 一般会避开这种地方 可是工作人员帮我们分组的时候 我却看见尹腾成牵着柳如烟走进来 吴言 我刚才喊你了 你没听见 柳如烟的视线在我和沈又厨牵着的手上一顿 又冷漠地一开 跟沈又厨说 组个队 沈又厨看向我 我说 我没意见 沈又厨当然也没意见 于是我们四个被分到了同一条道路 进入通道后 光线按下来 一路上尹腾成被吓得不敢往前走 我拉着沈又厨有惊无险地走了出来 因为胳膊上蹭了灰 我去洗手间清理了一反 尹腾成紧跟着进来了 吴言 为什么从刚才骑你就不理我 我擦干手上的水 没有理他 扭头准备出门 尹腾成突然抬高声音 顾吴言 你真的拿我当过兄弟吗 我以为你会祝福我们 这句话戳了我的死穴 我扭头 有些讥讽的反问 尹腾成 你的脑子呢 尹腾成似乎被我刺激到了 你暗恋柳如烟 我知道 可是谁让你没考到跟我们同一所大学呢 我每天帮你盯着柳如烟 我也会动心啊 那你为什么要窜夺我告白 因为我快要压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我本来没想跟他在一起的 是他突然跑过来说喜欢我 你知道的 我不会拒绝 够了 我打断了尹腾成的话 你无辜 被告白了不会拒绝 嘴馋偷吃不敢承认 到最后 是我来承担后果 你有什么脸让我把你当兄弟 尹腾成瞪着两只眼不说话 外面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成成 好了吗 尹腾成低声说道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 我分手总行了吧 说完 他推开门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柳如烟就听到了最后一句话 他猛地拽住我 掐得我生疼 你跟成成讲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是绝交了 柳如烟气笑了 顾无言 你又不幼稚 你拿绝交逼他跟我分手 我没拿到逼他 也不是他妈 他想跟你分手 说明你不够有魅力 跟我有屁的关系 柳如烟今天似乎出奇的强势 拉着我往外面走 找不到他 你也别逛了 你有病吧 我买票进来的 你想给我送出去 顾无言 你以为你是谁 他脸色彻底冷下来 搅乱我的生活 弃走我男朋友 我连请你离开我的权利都没有 他猛地把我拽到旋转木马前 指着不远处的人说 看到了吗 那才是沈又楚的男朋友 只见沈又楚站在细碎的阳光里 一个穿着白色体恤的男生 从旋转木马上跑下来 笑眯眯的抢走了沈又楚 买给我的肯 沈又楚只是一脸无奈 柳如烟掏出手机 调出了他和沈又楚的聊天记录 你以为那晚 他怎么知道你没地方住 我看了他和沈又楚的聊天 姐妹 我男朋友在 走不开 帮我把顾无言照顾好 他今晚没地方住 沈又楚回来的OK 柳如烟收回手机 现在 你还认为沈又楚喜欢你吗 你留在这里 不过是继续给我们所有人增加麻烦吧 我自认为 在感情上自己是不够勇敢 不然也不会一段暗恋藏了八年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所以不顾柳如烟的冷嘲热讽 朝着沈又楚走去 几步之外 沈又楚就发现了我 他面前的男生在兴高采烈的讲话 沈又楚压着他的脑袋 把他藏到了身后去 他是谁 沈又楚抿着唇 还没来得及说话 背后的男生突然站了出来 你好 我是沈又楚的弟弟 你一定是我姐夫吧 我酝酿好的情绪突然就消失了 只剩下茫然 亲妹妹吗 沈又楚面无表情的把男生推向不远处 不是说你朋友在等你 离我们远点 不知道为什么 沈又楚有些严肃 男生走了两步 突然窜回来 连猪炮事的念叨 你是不是顾无言 我姐可喜欢你了 他还留着你毕业鞋给他的同学路 沈又楚眼疾手快的捂住了他的嘴 闭嘴 他被推出了两米远 还朝着我喊了句姐夫 我和沈又楚同时尬在原地 随即他语气很淡的说 他没脸没皮 说的话别往心里去 我低着头摁了声 那我的饮料 被他敲诈走了 我重新给你买 是同学路的沈 沈又楚一夜 主动握住了我的手 不冷不热的硬道 是 同学路的沈 沈又楚的同学路 我记忆犹新 毕业前夕 班长突然抱着一打格子指走进来 沈又楚的 大家有空可以写点毕业记忆 真是奇了怪了 那么高冷的人 还喜欢这个 不过他准备了小礼物 填完的同学来我这里去 那会儿我和沈又楚还不数 在班长的序道中 我写下了毕业快乐 前途四锦八个字 夜为数了名 沈又楚的礼物也收到了 是当时我最喜欢的一个钥匙口 想起这件事 我笑着说 同学路都是小时候用的 高中为什么会用这俩 毕竟那会儿智能手机 已经普及很久了 风吹动了路边的薰衣草 香气富裕扑朔 沈又楚的声音 化入了风里 为了你的名字 我没怎么听清 为了什么 沈又楚没有回答 太阳西沉 中央广场坐满了人 据说入夜后 会有盛大灿烂的烟花 我挑了个视野绝佳的位置 拉着沈又楚席地而坐 夜幕似合 绚烂的晚霞 逐渐被墨色取代 四周此起彼伏的人生 混着微微的风声和重鸣 撑起了今夜喧嚣的盛下 我接到了尹腾城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激动着问我 我们还是不是兄弟 吴言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不拿我当兄弟 我就一天不跟柳如烟复合 比起来时得知兄弟背叛的愤怒 我已经平静了很多 你是在道德绑架我吗 我不答应 就成了害你爱而不得的罪人 就是我霸道自私 是这样吗 电话那头的尹腾城沉默不语 他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笑了笑 声音里多了份无力感 尹腾城 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 你喜欢 给你就是了 可是你不该骗我 这一点 我永远没法原谅 你明白吗 挂掉电话 沈又楚递来一颗包好的橙子 开始了 伴随着音乐响起 一道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怦然炸开 巨大的城堡注立在暮色中 光彩夺目 这场横跨了八年 占据我整个青春的苦涩的暗恋 终于在今夜画上了句号 我扭头 发现沈又楚刚好也在抬头看我 他的前额 沾了片树叶 现场人声鼎沸 音乐震耳欲聋 我如果此时说话 他应该听得见吧 于是我指了指自己的额头 沈又楚一乐 伴随着音乐进入尾声 十几发灿烂盛大的烟花飞入高空 漫天光彩之下 沈又楚亲吻了我的额头 奇异的麻痒从额头为中心 逐渐扩散到全身各处 将我瞬间定格 四周渐渐黑暗下来 逆时路灯又亮起来 远处旋转木马欢快的音乐 重新灌入耳朵 周围的观众纷纷起身 只有我和沈又楚没动 是不是柳如烟在后面 我感受到沈又楚略微炙热的视线 他笑了笑 他不在 我的心猛的一颤 那你 他不在 我就不能闻你了吗 沈又楚去买冰激凌的时候 我正在不远处的长椅上发呆 说实话 我没谈过恋爱 跟女生最近距离的接触 也就是坐在柳如烟身边 他给我讲提示 不小心相碰的膝盖和手 今夜这些问题 明显超纲了 我正低头在网上发帖子 询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眼前突然站了一个人 你们真在一起吗 柳如烟语气低沉 这是他发火的前兆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爸妈知道你来找我 我就得对你的安全负责 见我不说话 他叹了口气 顾无言 能不能别这么任性 谈恋爱不是谁都可以 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我知道不是谁都可以 沈又楚不是别人 柳如烟脸色沉下来 可是你明明 我看到了他眼底的不敢 反问 我明明什么 我明明喜欢了你八年 结果现在却喜欢上了别人 你觉得不应该是吗 这是我第一次 当着柳如烟的面把话摊开了 柳如烟表情肉眼可见的僵住了 嘴唇紧紧抿着 没有说话 我站起来 所以你觉得我该是什么样 看到你和尹腾成在一起 窝窝囊囊在你的不耐烦里 灰溜溜离开吗 柳如烟声硬的说 不是 无言 如果你研究生考到这里 我可以考虑跟你在一起 我笑了 他明知道 我的专业在北方会有更好的发展 尹腾成呢 你对他是什么态度 柳如烟反问 你觉得呢 我要是喜欢 早就跟他在一起了 何必等到你来的这天 话落 他并没有在我脸上看到他想看的感动 我抬手 干干脆脆的甩了他的巴掌 柳如烟被打蒙了 捂着脸 吴无言 又是一巴掌 正当我举手 落下第三个巴掌的时候 尹腾成不知道从哪冲出来 站在柳如烟面前 愤怒地指着我 顾无言 你打够了吗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有什么资格打他 我看着面前这一对 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刚才我和柳如烟的话 尹腾成绝对听见了 也该知道 我这两巴掌里 有一半是为了他打的 他却选择维护柳如烟 成成 打那天之后 我第一次叫回了尹腾成的小名 我之前一直纳闷 一个女人 凭什么能离间我们俩 这么多年的关系 现在我知道了 因为你足够配得上他 说完 我又给了尹腾成一巴掌 好好守着你的女人 一辈子别分 从游乐场出来 我才突然想起 自己好像把沈幼楚拉在里面 我给沈幼楚打了个电话 那头接起后 只剩下夏夜安静的重鸣 我有点尴尬 对不起 刚才遇到点事 把你忘了 沈幼楚笑了笑 看见了 那几巴掌 打得真爽 我在路边的小花坛坐下来 百无聊赖的盯着路边的小狮子说 沈幼楚 我要回北京了 我的专业在北方可能会更好 后面的话我没说出口 其实柳如烟说的没错 异地恋太难了 更别提我和沈幼楚的关系 还远没到男女朋友那一步 顾无言 抬头 我抬起眼 看到沈幼楚站在路灯下 手里捏着甜筒 正对着我笑 下一秒 沈幼楚温柔的声音盖过了风声 从小路对面传过来 我喜欢你 明年我会考去北京 所以你不要担心 沈幼楚笑着说 本来怕告白太快吓到了 不过现在 好像不告白不行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没有逼你离开这里的意思 没逼我 我自愿的 沈幼楚拉着我的手 避开了前门拥挤的人群 我们聊了很多 人生规划 未来期许 一直到刘阿姨家楼下 还意犹未尽 分别前 我还是说了句 沈幼楚 你的人生决定 不要因为我而做 沈幼楚点点头 放心 不会 在那之后 我回了北京 开始忙着准备考研的事情 闭黄眼到了中秋 沈幼楚忙着深考研究生 没空回家 我在北京也忙得团团转 没机会跟他见上一面 本来以为就见不到了 这天傍晚 我突然接到了沈幼楚的电话 我在机场 我愣了下 哪个机场 北京的机场 北京前几天刚下过雨 今天刚刚放晴 干热充斥在空气中 却压不灭我心里的躁动 我匆匆穿上衣服 我去接你 不用 沈幼楚说 你乖乖在学校等我 室友一早就听说过我之前的遭遇 向我走来 寝室长眼都瞪圆了 我靠 好漂亮 所有人 撤 把清嘴时间留给小青绿 他这句话喊得比较小 沈幼楚老远就听见了 被逗笑了 我尴尬的看向沈幼楚 你别介意 他们平常就喜欢开玩笑 沈幼楚嗡了声 然后点起脚尖 吻在了我的唇上 我的脸瞬间爆红 这可是在校门口啊 后面是不是沈幼楚 他们学校的老师 周围还有好多认识我的同学 沈幼楚摸了摸我的头 吴言 想你了 我开心的回应道 我也想你了 这时请市长笑咪咪的走过来 美女 时间都留给你了 怎么才心这么短 我们吴言可是学校的抢手货 大学霸 帅气善良 人缘好 追求者从这排到南极 话落 校门口出来买饭去快递的同学们 就开始起哄 还有几个学妹 红着脸喊我 顾吴言学哥 我们也喜欢你 沈幼楚笑了笑 抱歉 你们顾吴言学哥现在是我了 众人渐渐散去 我侧头看见后面还站着柳如烟 他们似乎是一整队过来 柳如烟孤僻地待在没人的地方 我把目光一开 问沈幼楚 你来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沈幼楚说 柳如烟在 不想让你闹心 而且你今晚不是还有事情吗 那就个忙个的 等忙完我找你 好 我事情结束得比较早 晚上八点 去了沈幼楚他们的酒店 刚进门 就被一个人拽着手腕拖出来 还没站稳 酒气就来了 柳如烟喝醉了酒 看我的眼神怪吓人的 顾吴言 你这么不要脸 你爸妈知道吗 我问 我怎么不要脸了 才认识他几个月 你们就睡在一起了 这不是不要脸吗 柳如烟的声音很大 吵得所有人都看过来 却还不知道收脸 他又不像我一样知根知底 顾吴言 你跟他都不如跟我 我狠狠推了他一下 这一下用了蛮劲 发出东一声闷响 看着柳如烟吃痛的靠在墙上 我摁下我爸妈的电话 放到柳如烟面前 来 给我爸妈打电话 告诉他们 我要跟自己女朋友睡 你不让 你觉得我应该跟你睡 我甚至还亲自拨通了 他爸妈的电话 摁下了免提剑 他们女儿上 赶着破坏别人感情 他们也该知道 柳如烟脸色很难看 闷头喘着粗气 一言不发 我憋了很久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 愤怒地喊道 打电话 别让我瞧不起你 柳如烟看着屏幕上 闪烁的电话号 最终还是没能摁下拨号键 我冷冷骂了句 耸祸 你哪来的自信 觉得我跟人沈幼楚谈恋爱 是为了气你 你并不富裕的经济条件 和并不聪慧的大脑呢 现在看来 情商也蛮低的 不远处的大门无声划开 无言 沈幼楚拎着一袋 热腾腾的油炸膏 站在那喊我 柳如烟擦了擦脸上的灰 一言不发地起身 朝着沈幼楚走去 我他妈拿你当闺蜜 你就这么对我 挥出去的拳头 被沈幼楚轻飘飘地躲过 柳如烟栽倒在地 沈幼楚一边帮我打开塑料袋 一边笑着说 柳如烟 谁跟你是闺蜜 柳如烟被摔得七昏八素 还被后面出来的教授撞见了 他瞇了瞇眼 柳如烟你喝酒了 晚上有研讨会 你不知道吗 像什么样子 沈幼楚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给我拧开一瓶水 少吃点 待会还有别的 柳如烟被他们教授拎去驯化了 走出很远 我才笑出声 你刚才办他干嘛 小心人家告你 沈幼楚忍俊不惊 下次不会了 对了 柳如烟跟尹藤城分了吗 分了 柳如烟提的 我点点头 没说什么 这应该算是我和沈幼楚的第一次约会 没有旁人捣乱 只属于我们两个的约会 今天运气不太好 电影放映延迟了半个小时 电影结束时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和沈幼楚手拉手走在林荫道上 斑驳的灯光被树影稀释的灰暗不明 我们谁都没有讲话 快到学校附近的时候 我说 我们进过了 嗯 我知道 沈幼楚声音有点紧 掌心也有点热 我带身份证了 说这话的时候 我激动的手心都出了汗 沈幼楚目不歇视 我刚才帮你预留房间了 我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气氛瞬间尴尬下来 我们一路牵手回了酒店 在前台拿到了我自己的钥匙后 沈幼楚把我送到了门口 我就在你对门 有事可以喊 打开门后 我转身看着还站在门前的人喊道 沈幼楚 嗯 你不是说有事可以喊 沈幼楚笑了笑 那你有事吗 我往后退了一步 沈幼楚 沈幼楚不笑了 几秒钟后 他走上来吻住了我 不同于笑门口浅尝折指的吻 这个吻更有侵略性 他将我推进门里 关上了门 黑暗为这个吻染上了另一种色彩 吻热的呼吸交融 拼命汲取着肺里的氧气 直到某一刻 砰的点燃 眼前冒出绚烂的星火 沈幼楚抵着我的胸口 声音发芽 我等着一天好久了 哪一天 可以肆意吻你的这天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 我感受到了沈幼楚狂乱的心跳 疯了般撞击着我的掌心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 沈幼楚嘘了声 然后抱紧了我 安静一下 等一会儿就好 我紧紧地抱住他 沈幼楚 接下来呢 沈幼楚深吸一口气 笑了笑说道 早点睡 我走了 这次我没再喊他 第二天一早 我被电话声吵醒了 一道陌生的声音 对我冷嘲热讽 顾无言 你要不要脸 尹腾城拿点对不起你 你要抢他女朋友 我刚睡醒 迷迷糊糊听到了 那头愤怒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下楼吃早饭的时候 我撞见了柳如烟和尹腾城 尹腾城有些憔悴 显然是连夜赶过来的 柳如烟 你说好要跟我在一起呢 柳如烟不耐烦的醋美 是你自己替得分手 忘了 尹腾城脸上表情一空 猛地转头看向我 一旁陪着他来的女生冲过来 亏了我一把 你就是尹腾城的好兄弟吧 亏尹腾城一直把你当好朋友 你先道德绑架他 让他跟柳如烟分手 却在酒店跟柳如烟开房 你就是这么对待兄弟的吗 尹腾城拉住了那个女生 算了 不怪他 女生愤怒地甩开他的手 一身正气 你别怕 有我在 谁都欺负不了你 我在这个女生的身上 看到了我的影子 许多年前 我也曾经为尹腾城跟人打架 后来才知道 懦弱的人并不全都善良 他同样可以是蠢的坏的 那女生掏出手机 怕吗 我已经给你挂到网上了 渣男见女 就该待在垃圾箱里 我似笑非笑地望着尹腾城 你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尹腾城一如既往的懦弱 对不起 无言 我拦不住他 我又看向那个女生 你不知道 是尹腾城窜多我去告白的 并且在告白当天 跟柳如烟在一起了 对方一脸冷漠 你以为我会信 证据呢 的确 尹腾城有打语音的习惯 没有留下可以当证据的聊天截图 可是 告白的那束花 是尹腾城帮我订的 而我恰巧有花店老板的微信 老板曾给我发来尹腾城 和他的聊天截图找我确认 你朋友给你订的花 要写别人的名字 你确定哈 他联系不上 只能来问你 截图上 尹腾城表明了他订花的目的 是为了给朋友表白用 备注的寄语是 柳如烟 我喜欢你 那女孩沉默了 这会帖子的流量已经上来了 辱骂我的人络绎不绝 甚至很快就扒到了我的学校 我冷冷看着尹腾城 如果没有这张截图 这些网络暴力 会全部落在我身上 尹腾城 他说的是真的吗 面对女孩的质问 尹腾城慌了 对不起 我就是不想让你讨厌我 尹腾城永远有借口为自己开脱 那女生哽了一下 又问我 即便这样 你也不能跟柳如烟在酒店里乱搞 话音刚落 网友就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昨天顾无言还跟他女朋友在校门口 亲亲我我 说实话 他女朋友长得比柳如烟好看多了 想不通他勾搭柳如烟的理由 沈幼楚出现在不远处 喊了我一声 无言 怎么了 女孩看到沈幼楚 一脸猛低 沈学姐 沈幼楚嗷了一声 皱眉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她的目光在我和沈幼楚之间群寻片刻 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没什么 就是有点小误会 沈幼楚看到现场的几个人 明白了什么 语气瞬间转老 柳如烟 为什么你和你前男友的迫事 到今天还在困扰顾无言 我记得顾无言不止一次拒绝过你了吧 柳如烟面如死灰 是 那女孩有些茫然的问道 尹藤诚为什么说 是你不准他和柳如烟谈恋爱 我笑了笑 我跟他们俩早绝交了 尹藤诚非要我跟他做朋友 才肯继续跟柳如烟谈 那这是跟你没关系啊 姑娘恍然大悟 是他自己欠 我和沈幼楚离开的时候 那姑娘正在朝尹藤诚发火 你这委屈让给谁看呢 别拿我当傻子 我陪你坐了一夜火车 你就这么骗我 沈幼楚捏了捏我的手 等他澄清之后 再上报学校老师吧 那姑娘的文笔不错 绘声绘色的叙述方式 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不少网友感慨 这种又蠢又坏的人 就该离得远远的 尹藤诚因为这件事 被学校老师叫去谈话 回去后整天郁郁寡欢 成绩一落千丈 柳如烟因为那天醉酒顶撞教授 被心仪的导师取消了录取资格 接到爸妈电话那天 我刚好收到了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 事发突然 又正值准备入学材料的时候 我没心情询问太多 等后来跟父母详谈才得知 柳如烟是被尹藤城推的 柳如烟爸妈想到人家 却发现是柳如烟先动的时候 不占领 后面的事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人生与我无关 这天 沈幼楚落地北京 午后的天气暖洋洋的 秋一绵长 我从出租车上跑下来 风将我好不容易打理好的发型 吹得东倒西歪 沈幼楚拎着一个粉色行李箱 懒洋洋地靠坐在路边的石墩上 两条长腿随意交叠着 朝我招招手 男朋友 好久不见 尾声 毕业后的许多年 我和沈幼楚百忙之中 回了趟老家 班长听说后 硬要组织一场同学聚会 所以当晚 我再次见到了柳如烟和尹藤城 其实最开始 我没认出柳如烟 他跟当年已经大不相同了 穿着职业装 一头的汗 进屋拨着脚 挨个给人地名片 哎呀 柳总如今在哪高就 如果不是班长打去他 喊他刘总 我压根认不出 他就是柳如烟 柳如烟一脸局促 房产中介公司 勉强糊口 你们有需要找我 能打折 大家都沉默了 这年头 房屋中介不好做 小城里的门店 倒闭了个七七八八 柳如烟看到了我和沈幼楚 犹豫再三 才开口 你和沈幼楚留北京了 我礼貌性的应了声 没多说什么 倒是班长到豆子一样 把我俩底细抖了个清楚 顾无烟和沈幼楚可不一般了 人家有自己的公司 在北京创业的 听说这些年赚了不少 柳如烟更局促了 自始至终 都在低头喝闷酒 尹腾城则忙着摆弄手机 神情恍惚 旁边的女同学见我盯着他看 急忙拦住我 知道你俩从前玩得好 但劝你别操心 上一个替他出头的 已经被害惨了 我一愣 怎么说 去年尹腾城为了一个女人 跟朋友借了二十万 后来那个女人跑了 他朋友生病急用钱 尹腾城掏不出钱 眼睁睁看着他朋友病情恶化 被家人接到省城去看病了 白眼狼 恋爱脑一个 谁帮谁倒霉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 柳如烟说的呗 我点了点头 没有细问 心里五味杂陈 聚会中途 我去了趟洗手间 顺便到后面的院子传口气 无言 柳如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浑身一僵 正准备走 柳如烟忙说 你别害怕 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见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柳如烟忙说 我后悔了 如果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选择 跟尹腾城在一起 如果没有那天 如果是女 我今天也许 她语速飞快 生怕晚一秒 我就听不到她的忏悔词了 我顿住了脚步 回头望着她 柳如烟 你以为你这样的人生 只是因为谈了场错误的恋爱吗 我无视躲在角落里 偷听的尹腾城 继续说道 你的成绩 人生规划 能力 智商与眼界 远比你认为的恋爱重要 你之所以不信 是因为你本人就不信 而不是别人给你带来的不信 尹腾城不欠你什么 也不要把什么事 都归到男人身上 刚才同学跟我说 这些年 尹腾城过得不好 有一大半原因 是柳如烟报复她 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 毁在尹腾城手里 于是拼命散过尹腾城的八卦 想让她无处立足 有同学在敲窗火 大致意思是要散场了 我丢下沉默的柳如烟 转身离开 经过尹腾城身边时 她似乎是想开口跟我说些什么 我没有理她 穿过包间 跟随大部队离开了 夜幕四合 沈又楚提着我的包盒外套 站在路灯下等我 见我走来 她挽住我的胳膊 笑着说 尹腾城说要跟你道歉 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 没理她 不知不觉 我们走到了高中学校门口 许多年过去了 景色依旧 一个老破的小推车盖着一层防水 停在角落里 那是我和尹腾城最常光顾的小吃坛 这么多年 依然在这 沈又楚摸了摸我的脸 想起以前了 高中毕业前一天 我给沈又楚送奖杯摔倒 尹腾城拿着两串烤鸡翅 在校门口等我 她那会儿跟着奶奶长大 没多少零花钱 看到我瘸着腿出来 她掏了全部的零钱 吩咐柳如烟去买消毒用品 还嘱咐她一定要买最好的 紧张兮兮的样子 瞧得柳如烟直皱眉 那是我们高中时期 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之后 我们各自奔赴了属于自己的未来 在后来 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变成了陌生人 你说 人为什么会变呢 沈又楚说 人越大 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也许是她突然明白 你对她来说不再重要了 风吹来 沈又楚的话 散在无边的夜色中 我皱了皱眉 小声说道 刚才是我最后一次帮她了 我重新拉着沈又楚 朝远方走去 谈话声萧米在风里 沈又楚 你是什么时候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呢 一直明白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暗恋了一个人很多年了 可是我们差点错过 无所谓 我总会去到你身边的